保护自己的能量 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 而有效的方式之一 就是控制自己的口舌 尤其是在与他人交往时 古语有云 语多必失 言少必得 这句话凝结了人们 对于言行之间关系的深刻认知 首先 少言可以减少矛盾与纷争 过多的言辞往往会引发误解 冲突 甚至争吵 有时候 我们为了表达自己的看法或者主张 不惜与他人争论到底 但这往往只会增加彼此的敌意 难以达成共识 因此 适时保持沉默 不轻易发表意见 可以有效避免不必要的口水战 其次 少言可以保护自己的经历 语言是一种宝贵的资源 过度的使用会导致心力交瘁 在人际交往中 我们不断地与他人交流 表达 但如果这种交流没有积极的目的或者价值 往往只会耗费自己的精力 而得不到实质性的回报 因此 懂得适时保持沉默 有助于节省自己的经历 用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 此外 少言也可以增加自己的神秘感与吸引力 人们往往对于沉默寡言的人更加神秘和引人好奇 过多的言语可能会让自己的形象显得平庸和普通 而适时的保持坚默则可以增加自己的魅力 让他人对自己更加感兴趣 总之 适时的保持沉默 少言多慎思 是维护自己精神健康 保护自己能量的重要方法之一 在言语的世界里 谨言慎行 方能保持一颗平和的心 以更好地面对人生的起起伏伏 当我们谈到少言的时候 有很多例子可以作为参考 会议上的表态 在团队会议上 不一定每个人都需要发言 只在关键问题上发表自己的意见 并且要精炼 有力地表达观点 避免无谓地重复 社交场合的交谈 在社交场合 不需要一直讲话来填补沉默 适时地倾听他人的观点 不断地提问 倾听 可以增加对方的好感 而不一定非要自己一直发表言论 与家人相处 在家庭中 沟通是重要的 但并不意味着 每个人都要说个不停 尊重家人的空间和意见 有时候适当的静默 比较有力量 在工作中的沟通 在工作中 有时候需要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点 但并不是每个场合都需要大声表达 保持适当的沉默 可以让自己更加冷静思考问题 提出更有效的解决方案 在争论中的态度 当与他人产生分歧时 可以选择保持沉默 而不是一味的争论 有时候 沉默比较能够让对方反思 也更有可能达成双方的共识 这些例子表明 在各种场合下 保持适当的沉默 都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 而不是一味的说个不停 少解释 少争论和少劝说 有几个重要原因 节省精力和时间 解释 争论和劝说 往往需要消耗大量的精力和时间 通过减少这些不必要的交流 我们可以更有效地利用我们的资源 专注于更有意义和有益的活动 维护人际关系 过度地解释 争论和劝说 可能会导致人际关系的紧张和矛盾 人们往往更喜欢与那些 不总是试图说服他们 或争论他们的人交往 因为这样的人 更能给予他们空间和尊重 培养自我 通过少解释 少争论和少劝说 我们可以培养自己 更好地接受他人的不同观点和选择 这有助于提高我们的沟通技巧 增强我们的宽容心和理解力 避免冲突和压力 过度地解释 争论和劝说 往往会引起冲突和压力 不仅会影响我们自己的情绪 也会影响到他人的情绪 通过避免这些不必要的交流 我们可以减少冲突和压力 创造更加和谐的环境 总的来说 少解释 少争论和少劝说 有助于节省精力 维护人际关系 培养自我 以及避免冲突和压力 从而实现更加积极和健康式生活方式